可能遇到一個問題說 第一個呢 如果我要算出什麼 這個範圍之內 是數字的有幾個 是數字的 數字有幾個 那你可能要怎麼 你如果說以前不知道有什麼 函數的話 這邊你要一個一個去算 一個一個去算 其實很浪費時間 但如果說呢 你今天知道說 有 count 這個函數的話 就非常的好用 首先的話呢 在這邊打個 co 往下找 count 這個函數有沒有 那其實你可以大概看一下 它的說明 計算包含 數字 其所有引數含有數值資料 其實就是指的是 數值資料指的就是 數字的儲存格 數目 也就是如果你 這個儲存格裡面 放的是數字的話 它就會計算當成1 幫你算 算一個範圍裡面 到底有幾個數字 好按一個確定之後的話 接下來 我們接下來 我們接下來就是 把這一個 裡面給它一個範圍 這個範圍的話 就是上面 從 a2一直到 k7 總共有幾個數字呢 其實你可以發現 馬上就有答案了 53個 53個 按一個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呢 這邊就53了 有沒有 好那同樣的 你會想說 那我想要計算的是什麼 我要算 這53個之外 也有可能 我只要算 裡面如果是空白的 你會想說 這裡面有幾個空白呢 你要開始算 一個 兩個 三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六個 七個 七個空白對不對 那當然呢 如果這個範圍還算小 你可以慢慢算 你範圍很大 一個很大的試算表 我看你怎麼算 從頭算到尾 你可能 可能看到眼睛都有點 這個脫窗了 你還算不出 到底是不是正確 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我把優標先放這裡好了 接下來呢 我們可以用什麼呢 我有講過嘛 用 count CO 先打一個 CO 往下 count 那你特別看一下 count CO UNT 對不對 這邊呢 往下看一下有沒有 count A count blank 有沒有看到這根函數 count blank 它做什麼呢 blank就是空白的意思 計算 指定範圍內 空白出圈格的數目 A